宰如现前掩耳逼舌 金鱼身心六威贼梅 自己也家宝啊 这儿指出来了 啊 宰如就是你 啊 就是你什么呢 就是你现前掩耳逼舌 基于身心也就是身意 啊 你现前呢 这眼睛耳头鼻子舌 基于身意六威贼梅 这六种啊 就是做的梅贼的一个梅人 做贼的一个介绍者 自己也家宝啊 自己呀 偷你自己家里的财宝 阿玛 每一个人 一位啊 这个眼睛耳头 鼻子舌 身意 这是帮忙自己的 其实啊 其实啊 就因为这六个东西啊 六个坏东西啊 就把阿玛自性的法宝都给偷去了 啊 自性的财宝都给偷去了 自己还不知道呢 自己啊 啊 自己以为这个眼耳逼舌身意 这六种啊 是对我最最好的朋友 谁不知啊 这六种东西啊 就是啊 招贼入舌的一个东西啊 招贼入舌 解脱你的家宝 都是这个六个东西 譬如咱们说呢 譬如你眼睛见着东西 本来你没有见的时候 所谓眼不见心不禅 眼不见口不禅 耳不听呢 心不烦 你看 你眼睛不看见 这个人家吃东西 你这一看见呢 啊 就禅欲流燕 啊 这喉咙里啊 就要伸出来一个手 把那个东西拿了也就吃了它 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在嘴他就想这样子 呃 禅呢 就眼睛看见了 看见人家吃的那个东西 那么好 啊 我也就想要吃 甚至于你这个眼睛 什么你你说这个眼睛是好东西 啊 说他帮忙我看见东西 就因为他帮忙你看见东西 所以就啊 生出了很多烦恼 啊 你譬如 你看见的眉晒 你就贪眉晒 贪 贪到手里了 也是烦恼 贪不到手里也是烦恼 啊 贪不到手里 你追求这个美晒 这是烦恼 贪到手里 你发生种种的问题 这又是烦恼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眼睛看见美晒 就贪了 所以就生出烦恼 儿童听呢 美好的音声 这欢喜听 欢喜听啊 生出来一种啊 这个贪欲的心 这种贪欲的心一生出来 所以 所以啊 也就啊 没有得知的时候就想要得 已经得到了 又怕丢了 这是耳头啊 啊 也令你生很多烦恼 什么叫结你家财的财宝 就是生出烦恼 这就是结你家财的财宝 你要没有烦恼啊 那你的宝贝就没丢 你生出烦恼来了 你的宝贝啊 就丢了 啊 所谓千日打财 一火分 你打一千天的柴火 就因为 一个火柴就怕它会烧烧了 这也就是啊 你修养了一千天 你修养了一千天呢 这功夫有进步了 也有一点清安的警戒了 忽然间你生起了烦恼 发了无名 这把你的功夫啊 都烧了 所谓 星星之火啊 烧去你功德之灵 把你的功德都烧了 啊 这儿头 鼻子一闻着香气了 心里也生出一种贪心 啊 舌头尝到好味 也生出一种贪心 善 遇到这个 楚 楚啊 有顺情的楚 有逆情的楚 怎么叫顺情的楚呢 就是你所欢喜的 这叫顺情的楚 逆情的楚呢 就是你所不欢喜的 这是逆情的楚 一元法 一元的法臣 也就生出这个法旨 所以啊 你因为这眼耳鼻舌神异 就生出种种的烦恼 把你的家里的财宝 就得给你截取 你讲那个无漏 你眼耳鼻舌神异 这六种啊 生出六种石啊 这都叫漏 都是漏 你要能到这个眼观生彩 内无有 而听尘世心不知 到这个警戒上了 那么就不会被这个土匪打击你的财宝 不会抢你抢夺你的家珍 如果你没有这个功夫 没有定力 跟着这个眼耳鼻舌神异去跑去 没能辉光反照 那都是啊 叫漏 又叫啊 被这个贼啊 把这个财宝给抢去 那么贼 这说是啊 这眼耳鼻舌神异 这六种啊 做的没 没人 怎么叫没人 在美国呀 这国家没有这种的风气 在中国呀 男女结婚的问题一定要有有没人 啊 一定要有没人 在中国早啊 早的时代 在列国那个时代 那没有没人 就好像现在西方人呢 自己找对象 自己呀 自己呀去爬脱啊 自己呀随便男女自己去找去 在还有在列国以前的周朝的时候啊 那时候更自由啊 男女啊 的情形无拘无束 一点规矩也都不 也不需要讲 啊 男人 几多个女人 女朋友都没问题 啊 女人几多个男朋友也没有问题 那时候 在列国周朝的时候啊 以前 那时候是 就是这样 由孔子生出来了 这 啊 山师叔定离药啊 他呀 一定 男女结婚呢 一定要有没人 要有没人给介绍 啊 这个没人呢 怎么介绍呢 这个没人看这个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呢 很 很相对的 很相称的 啊 大家年龄也不差太多 这个身份啊 贫富也不会太悬俗 那么 就给介绍了 是某某的女小姐 很 很有得横的 某某的这个 嗯 这个 少爷 或者啊 学生 也是 很聪明的 这么一介绍就成功了 这叫啊 这个眉影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说这个眉影 也就是啊 什么呢 眼睛看见这个六臣的警戒了 啊 啊 就生出啊 中间生出六十 生出六十啊 就 互相啊 这么勾结大的 互相勾结啊 六甘 六禅 六十 这互相一勾结 啊 这就啊 好像那个做眉眼似的 就给两家就做了亲家了 做了亲家了 大家就往来了 这一往来谁不知啊 这是个贼 就把自己啊 这自性的功德法财就给偷去了 这叫眉 啊 接 接去了 这个家长 自己 家宝 家里的宝贝 你家里的宝贝是什么呢 啊 那你自己 应该知道 你自己认为什么是你的宝贝 你就应该好好保守 啊 我不知道你的宝贝是什么 啊 你也不知道我的宝贝是什么 啊 说我知道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啊 是金子 是银子 是钻石 钻石 啊 这些之前的东西啊 都是我家里的宝贝 这都不是的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宝贝啊 但是你要认为这个是你的宝贝 那就错了 那说我的家里什么是我的宝贝啊 啊 啊 这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吧 那么你现在不 自己不知道 我现在还可以告诉你 啊 我先先的问你 你说你自己知道金银财宝是你自己的宝贝 那么 我认为这个不是你的宝贝 你真正的宝贝是什么呢 真正的宝贝啊 我想不告诉你 但是啊 你又想要知道 知道呢 我又想 顺你的意思告诉你 但是我又怕你不相信 你说这个很 很困难的 所以现在啊 我也不知道是告诉你好 是不告诉你好 要告诉你 你知道又不信 这也费了我一番的心血 告诉你 我又不告诉你 你又想要知道 我又回着你会相信 啊 所以现在我都是 告诉你 什么是你自己的 这个财宝呢 就是 如来藏性里边 你的这个真心 藏住真心 性静明体 那是你自己家里的 本有家真 你自己真正的财宝 啊 再有你的 这个 自性的佛宝 自性的法宝 自性的僧宝 这也是你的宝贝 啊 还有 你应该啊 你应该啊 把你自己啊 的身体 应该啊 修戒 修戒 修慧 戒定慧 这也是你自己的宝贝 啊 啊 再还有 你自己啊 你自己啊 这个自性 的光明 的光明 光明 侥幸 这是你真正的 财宝 说那我也看不见 怎么会丢呢 啊 所以我不想告诉你 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你看不见 你就不相信 你说那看不见 你怎么会丢呢 啊 这个呢 难怪你不相信 的确是看不见的东西 可是看不见 你有一种感觉 你这种感觉呢 你要有智慧 这就你宝贝 多一点 你要愚痴 那你就是宝贝 都丢了 你自己想一想 你现在是愚痴 是智慧啊